最近这段时间 现代的新车一辆接一辆 就在这两天 现代又发布了一款新车 只不过是现代的高端品牌 杰尼赛斯的GV70 这款车将会在下个月的进博会上 在国内首次亮相 杰尼赛斯GV70是一款中型的SUV 竞争对手就是宝马的X3 奥迪Q5L这样的车 它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有个性的车 它的前脸使用的是家族的造型 和它的大哥GV80基本上差不多 钻石型的前格杉 两条细长的LED日行灯 将大灯组一分为二 再加上机器盖上的logo 整个前脸的造型很有贵气 辨识度相当高 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宾利的味道 GV70的侧面也很有个性 造型圆润 线条流畅 尾部还有一点轻微的溜背 C柱和D柱之间有一个三角窗 很有特色 尾部的造型倒是相对简单 GV70内饰也体现了这个级别 应该有的高级感 清爽简洁的样式 尤其是大屏幕和空调出风口 很马自达 动力方面目前没有具体的消息 但预计可能会有2.5T和3.5T发动机 功率分别为304和380马力 作为现代的高端品牌 GV70有望明年来华销售 如果价格合理 相信凭借这个颜值 它应该能有不错的表现